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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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 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你要針對 某一個點來討論 你的這個Divergent是多少的情況 好 那 為了要使你對Divergent更加的了解的情況之下 我們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在還沒有講克之前的時候 我們說 我們整個的印作上面會是什麼樣的一個印作呢 好 我說 回到我們之前在講scaler的情況的時候 那你說 好 我 兩個函數 那這兩個函數呢 我把它寫詳細一點 兩個都是X的函數好 那你要對它做微分 那你們都知道說 你就個別對函數做微分 這是我們非常清楚的 那如果說 我現在呢 有一個呢 是這個scaler 然後另外呢 是這個function 那它呢 是一個scaler 的constant 好 那基本上面你要做微分的話 那 我們說這個constant 不會隨著X改變 所以 你們都可以知道 你們都可以知道 你就直接 對 這個F這個function呢 再做微分的情況 那如果 現在呢 這兩個方式是 你要去把它 乘起來 的時候 那我們就可以看到 我們 都知道這個 嵌入的部分的話呢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所以我們可以知道 固定一個 對另外一個微分 在微細分裡面 都已經告訴你們了 好 那同樣的 我如果是兩個函數 那我們說 基本上 可以看到 這個函數的話呢 對G為分 在固定G方形 對F為分 是 所以去分裡面 都學到了 那 現在呢 我只不過是把 微分的符號 現在要改成 gradient OK 換句話說 首先 第一個部分 我的gradient 它是作用在一個 Scale上面 那同樣的 我可以 針對 每一個 去分配 去分配 就可以了 那 這是 兩個 函數的情況 那如果 我現在是針對 軌點的部分的話呢 那我們說 軌點的部分的話 針對軌點已經寫了 針對divergent的部分呢 我們說 divergent的 它是一個向量了 A向量 加上V向量 一樣的 我先對A向量 去做 divergent 再對B向量做divergent 這是 我們都還可以接受的 兩件 那這個 同樣的情況之下 如果 我把它改變成 軌點的話 那它是一個scaler constant 然後 再 對某個函數 那基本上 它是不改變的 所以我們直接可以把它 提到外面來 的情況 那如果 它是divergent的情況呢 它一樣的 它是一個constant 那A constant它 對這個divergent來講 它都沒有改變什麼 那 我們直接把constant 拿到外面 你就是直接去做 divergent的情況 好 也是 從前面的部分 我們所演變出來的 你就很直接的 你就可以看到了 好 那接著呢 我們說兩個相乘 兩個scale相乘的部分 那就是 我們接著要探討的 就是fx gx 要怎麼計算 對不對 對應過來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從這個計算裡面 從這個計算裡面 我說如果依照這邊 我們得到的information 那你就是直接把它寫 就是gx gx 再加上 gx gradient.fx OK 或者 在這裡 你就直接把它寫成 然後掛號的gx 那這個的意思是什麼 這個意思是 這個gradient呢 只對它作用 對它呢 並不作用的 OK 因為它gradient完了以後 它是一個 一個什麼 向量 它是一個存量 它只不過沉上幾倍而已 OK 有沒有問題 好 在每個方向上面 它沉幾倍 那它作用完了 它是向量 這個是存量 那接著我們就要看一下 你怎麼去證明 這個部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的話呢 一樣的 如果我現在放在divergent上面呢 那現在就要有兩個方 這個向量囉 兩個向量的話呢 我說divergent的作用的時候 然後 後面要加了一個是什麼 一個beta 對不對 這會是一個beta 對不對 所以 你可以兩個向量的話 你會有兩個向量的beta 你才有可能 你才可能 或者是什麼 什麼 一個存量 K 然後一個向量 它也有可能 它也有可能 對不對 因為它一定要作用在一個向量上面 好 那 緩過來 你會問說 但是 a.b 有沒有可能 有一個 這個operator 作用在上面呢 我說可以 a.b 的時候 它是什麼 存量 存量的話 前面的operator 作用在它上面 這operator 會不會是divergent 會不會是divergent 因為divergent 只作用在什麼 向量上面 但是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存量 它可以作用 它就是 規定 針對一個存量作用 那 同樣的情況 這些東西要怎麼樣 去把它計算出來 OK 那 在你 學物理的人的話 或者是學實驗的 不管學實驗或學理論 如果第一件事情 還沒有算很嚴謹的時候 第一件事情 你一定要先猜猜看 對不對 然後 再看看 猜出來的東西 跟你什麼 去想 去計算嚴謹做出來的 是不是相同的 那這是訓練你自己的common sense 的一個好的方式 那首先的話呢 我們都還沒有作用的情況之下 我們先來看 有沒有同學告訴我說 這是一個存量 現在我 用一個向量作用在它上面 要把它分配出來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怎麼樣分配 這出來的總共的結果會是什麼 蛤 它出來總共的結果會是什麼 是向量還存量 向量 向量 對 它是向量 它是向量 你要維持 這個東西出來是什麼 向量啊 向量啊 對不對 所以 有可能啊 我們說如果你要分配力的話 那有可能你把它分配過來 然後再把它這樣子 那這個是對的還錯的 錯的 為什麼 嘿 它是存量 所以它絕對不會是這樣分配的 如果你要對照它 那怎麼辦呢 你一定要把它變成什麼 是向量對不對 向量有可能的是什麼 好 反正 兩個向量相乘是 相Dot Scape Dot 是向量 或者是一個 存量乘一個 向量是存量 是向量 對不對 你可能的是 A.B 你出來是存量 也有可能是一個存量 然後一個向量 欸 對不起 如果我要向量的話 一個是這個 一個是這個 對不對 你找不到 其他種 還會是什麼 向量 所以 假設這個 你要把Dot移到哪裡去呢 這有沒有可能 好像看起來比較有可能 對不對 因為它是什麼 存量 它是向量 OK 再來呢 一樣的情況 它是存量 它是向量 它是向量 我剛剛應該寫 第一次應該要寫在這邊的 那你有可能說 這個出來 是這樣的情況 好 換句話說 接著你就要嚴謹的去證明它了 說出來是不是這樣 但是 第一次你在寫的時候 你絕對 絕對 不會有 這種東西出來 因為這個東西 絕對不可能跟 它 相等 這是你第一個要判斷 因為它是存量 它是存量 所以 那邊是向量 就不可能 所以 在 第一個判斷的時候 你就要 那樣了解嗎 有沒有問題 好 這是第一個 同樣 我們來玩一下 下面的 底下這個 底下這個 已經寫出來了 沒有問題 你把存量拿出去 然後呢 DOT 那這個 就比較困難 這一個是 這一個是 向量對不對 DOT 存量對不對 記住啦 最後要存量喔 那我們就來看看排列組合有什麼樣的情況之下 會 會是這個 第一種情況是 反正我們隨便寫好了 好吧 我們來看看好了 我們來看看好了 我在玩遊戲 我在玩遊戲 你們也跟著玩一下 你們說 這個是 向量 這個是什麼 DOT 這是存量喔 要維持存量 這個是 向量 這個是 向量 要把它變成存量 你可能想像的會是什麼 可以想像成什麼 你有可能是想像 這要變成存量啊 這是向量 這是向量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 但是這樣close就不見了 大概不可能對不對 他如果你在更進一步的 我說不要這樣子 這也是向量 這是存量 那 這也是存量 再來這個是向量 是存量 這是向量 所以 會很亂 碰到這麼複雜的問題的時候呢 有一個方式 因為為什麼 我們說 這是一個存量 這是一個向量 他 DOT 他的情況之下 DOT 一個向量的時候 這個是一個向量啊 那我說 不管他是什麼的話 我先 先把這個DOT的部分 分成兩個部分來討論好了 一個呢 是DOT在他上面 只作用在他A上面 然後呢 一個是作用在B上面 換句話說 當他只作用在A上面的時候呢 你就不作用在B了 他只作用在B上面的時候 就不作用在A了 這就好像是什麼 有沒有 這個分配力 這個分配力 的意思是一樣 OK 好 就是 你把 他作用在他上面的時候 你就不作用在他 他作用在他上面的時候 你就不作用在他 然後 再 針對他來 來 把底下的計算出來 那我們在 這個就關係到什麼 這個就關係到 我們上次給你們的Problem A DOT B C 怎麼寫 有沒有 關係到那個 你們有沒有回去 study一下 有 好 那這樣子的話 這一個 讓你們作為Problem 是 OK 換句話說 你只作用在上面 A喔 欸 B喔 這個只作用B喔 這個只作用在A喔 OK 好 那 如何去得到一個存量的部分 這是 給你們作用的第四個 OK 那 同樣的道理 同樣的道理 在上面的部分 為了讓你們能夠 比較了解 這個怎麼執行下去 我們現在先來看 上面這個 一樣的方法 可以用A B這樣的情況來 來 處理問題 處理問題 OK OK 我們把它處理問題的時候 第一個 你也可以把它 說 我只作用在A上面 然後 然後 這個部分呢 我只作用在B上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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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上一堂課 我們有沒有講過 一個 A A cross B C 這個部分 三個 現在已經忘掉了 有沒有講過這個 這個的話是 就是 你先作用在 你先作用在 C 然後 它是B 減掉 A dot B 然後 C 就是 Triple product 那個 Close product的部分 好 所以 我們看到了 好 我們看到了 這個部分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聯想一下 就是說 假設 我把上面的關係 跟下面的關係 連貫起來的時候 我說 我的 這裡面 這是指作用在 A上面 那 B是沒作用的 基本上面 我們可以把 A Close OK V Close V 就好像是這樣子 那 它作用在它上面 A dot V OK 那 鬼點 要對B作用 所以你要寫在 它的前背 它就會作用在 B上面 然後 再減掉 A dot 鬼點 B B B 在這裡面 因為它只對B作用 所以我們可以很清楚的 你把它寫在它的臨近的地方 它就直接作用在它上面 OK 那同樣的 這個 那你就看到了 追向已經跑出來了 那 這個 同樣的方式可以產生這一個 那我們只要把V跟A的位置 對調一下 OK 那它就什麼 A dot V 但是 它只對A作用 所以你把它寫在前面 OK 再減掉 V dot A 然後A OK 那這一項就是這一項 換句話說 我們現在很單純的 我們看到了 這兩個 這個 就是它 這個 就是它 所以 你看到上面的部分的話 實際上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它 兩個相加起來 好 這個 我們已經不需要了 換句話說 他加他的情況 A Clos B Clos B 加上 B Clos Grading A Clos A OK 就等於 規定A A dot B 加上 規定V 抱歉 這一項不是 這一項是這個 對 這個是這一項 可以 A A D A D A B A A B V dot gradient V 的 V 剪掉 V dot gradient A 那我們馬上看到了 這兩項的總和 就是這個東西上面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把直接 這個的值就等於 他加他減他減他 換句話說 現在他的結果就等於 A dot V 現在是等於 A cross V cross V 加上 V cross A 再減掉 A dot gradient V 剪掉 B dot A A 這是你的結果 所以從這裡面你非常的 要小心注意一件事情的就是說 其實啊 這個 operator 的位置不對的時候 你現在看到我寫在這裡的話 我不需要再寫上 V index 因為為什麼 這個 operator的後面就直接是 V 了 這個 operator的後面就直接是 A 了 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這裡面說我只對 V 作用 已經是什麼 多餘的了 對不對 那我就可以把這個 V 拿掉 我也可以把這個 A 拿掉 同樣的 這個 operator的後面就是 A B 了 所以我也可以把 B 拿掉 那這個 operator的後面就是 A 了 所以我也可以把 A 拿掉 就這個就是 final 的結果 當你還不知道的時候 你必須要告訴自己 這個東西是什麼 要很小心的 因為它不只對 A 作用 也對 B 作用 那有了解嗎 哪一個 加的抱歉 加的 提向 太佳的 對 嗯 那了解吧 嘿 當你在寫 operator 的時候 記住的是 operator 本身沒有 沒有 什麼大意義 它後面一定要跟著一個 vector ok 那過著一個 scalar 它才有意思 那現在你再看一下 在這邊有一個 在這邊有一個 再提醒各位同學一下 我們以這一項為例 這個的意思是什麼 它是一個算壺 對不對 它跟它先 dot ok dot 完了以後 作用在 B 上面 所以它這整個是什麼 蛤 它是一個向量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面 上面 它也一樣的 它跟它 dot 它跟它 dot 在作用在上面 所以 跟 A dot 它 不一樣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因為這個是不可能存在的 因為它是一個 vector 這也是一個 vector 所以不要寫成這樣子喔 它跟它是完全不同的東西喔 我們說它是一個 vector operator 它不會作用在一個 vector上面 除非它有一個 dot 在這個地方 或著一個 close close 我們還沒講 所以它不是等於它的 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嗎 這是一個 vector 這也是一個 vector Vector 跟 vector 之間 有很多同學 會把這種東西把它搞混掉 我們上一堂課已經講 兩個 vector Vector 這都是存在的 這個叫 scale part 這叫 vector part 這個叫 vector part 這個叫什麼 對 張亮 tensor 它不是 vector 也不是 也不是 scale 它是一個 tensor 所以它不是你現在要的東西啊 這樣了解嗎 所以在 物理上面這個東西 現在你不可以這樣寫的 了解嗎 好 好 就是我們對於 剛剛 學習到的東西 我們大概的做了一個 啊 這個 我們所謂的 一些的 你要把它計算的時候 你會注意到的問題 那 接著呢 到這邊有沒有問題 接著呢 我們要進到另外一個 這個算壺 就是 這個 懸渡的部分 刻的部分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 我們剛剛已經講過說 這 gradient 的算壺 它是一個 vector 那它呢 對直角座標系統來講 回去要複習了哈 它是它 它是它 對不對 那我們現在 剛剛是 dot 兩個向量是可以 dot 也可以 close 那我現在要 close 一個向量 OK 那我要 close 一個向量的話 我們上次講過了 我們上次講過了 A close B Matrix 要怎麼寫 好 你上來寫好了 試試看 沒問題 還沒啊 你需要這麼久嗎 好 好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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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意 有人有意識 好 你上來 沒關係 來來來 好 有人拍手了 應該要鼓勵一下 啊 啊 他點出了 你們常常忘記的這個 這是項量 剛剛是存量 非常重要的 好 還沒下課 現在呢 他要把他寫成那個形式 他要把他寫成那個形式 有沒有同學自告憤勇 來天天看的 有沒有人 只不過把他變成他而已啊 只不過把他變成他而已啊 有沒有人自告憤勇上來的 來 來 同學啦 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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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看別人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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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過了 你好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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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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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不同意 同意 同意的请举手 其他人 不要这么 好 完全正确 值得福利 就这么简单 其实它不难 你如果知道它 它就 但是接下来的部分 怎么把它展开 我们再找一个同学 后面坐在后面的 绿色衣服的 把它展开 同样的这边我们找一个同学展开 穿那个 男子色衣服的 就是你 你现在在看我 对 不是啊 刚刚站起来的同学就对了 来来来来来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啊 坐快点 坐快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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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